慈禧西陶向乔家借十万两,问乔家,想要什么?乔家,只需这四个字。 古代女子地位虽然比较低下,但还是出现,很多非常有名气的女人她们的名,生有好有坏人们对她们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,但不管怎么说她们却实在地,使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她们的名字。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末年,她应该算是整个清朝的实际掌权,人我国近代很多荒唐的战役或者是耻辱的,条约都跟她有很大的关系。 因此现代人对她的评价是非常一般的,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都因为改革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实力,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综合国情,也有了值得飞跃。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期,清朝是在慈禧太后的领导,下一心想的就是想的以极为护自己的权力对外面世界的发展变化,一点都不关心,也因为这样。 所以后来清朝成了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,而慈禧太后一心想的自己国立强胜,根本不担心西方列强打到家门口怎么办。 当慈禧太后还在北京城享受的时候西方列强打进来,而且直接把战火蔓延,到了紫禁城中当时的清朝碎山武器各方面跟敌人差的有点多,但如果朝廷命令将士坚决抵抗的话,敌人肯定不会那么轻松的。 就达到了紫禁城只是没想到,这时候的慈禧太后想到的不是抵抗,或者是如何反击,而是逃跑,带着自己身边的人丢下紫禁城里的一干人等一路向西逃去。 当然这个行为在慈禧嘴里是西逊,标签,慈禧,乔家,慈禧太后,姬陶,紫禁城,名为西逊是为逃跑的日子。 对慈禧这样习惯了仅一与十的富贵人家来说肯定是不习惯的,而且因为是逃跑,所以肯定没办法带太多的财物,因此一路上的吃穿用度就成了很大的问题。 但慈禧是一个很好面子的人,而且又受不了粗茶淡饭,所以让他随便跟严陆的相亲逃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,所以为了解决经济危机,慈禧就把注意打到了严陆的乡身那里,希望能从他们那牢一些好处。 但慈禧当时的名声是很不好,但很多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是非常看不上的所,以对慈禧落难的样子也是乐见其成。 因此根本不可能真的拿出来太多的钱财给慈禧很多,都是为了面子上能过得去,随便拿了些钱财出来。 但这些银子,对慈禧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就脸的塞牙,奉得都不够正当。 这个时候,有一户姓乔的商户自愿,拿出十万两白银给慈禧,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对比,一路上受到的白银乔家的做法,大大取悦了慈禧太后。 因此他承诺说当自己重新回到紫禧城之后,一定会仲谢他们后来清朝廷在此,喜得主张下向西方人赔了些金钱和过去这场战争,就算这样结束了慈禧太后也重新回到了紫禧城,享受他的万人之赏的生活。 不过慈禧太后并没有忘记录赏乔家人对自己的帮助,于是就想赏赐他们一些东西,以报答当时的恩情。 慈禧西陶向乔家借十万两问乔家,想要什么乔家这四个字够了不过乔家,本来就是商户家里最不缺的,便是金银财宝。 再加上慈禧太后的身份在当时还,是比较尊贵的,所以当慈禧询问他们想要什么赏赐的时候,乔家人没有要钱财,就像慈禧太后要有四个字,福中阳还,至于为什么会要慈禧太后的四个字? 感谢观看